2018亞洲冬季放球聯盟 明天正式開打 開幕戰將由地主中職聯隊對上日職席軍 林正賢與陳士鵬 其中一人將擔任首戰先發 現在在超過一幅全國都會有一個典型 因為現在正攻只有洗人隊 就是會很難看 輕鬆的狀況 林正賢表示 這次中職聯隊準備了不少先發投手 所以比賽大多會採取雙先發的模式來下去比 先發投手目標就是盡量撐滿五局 如果不行再由第二名先發上場 之後才會交由牛棚 體育中心賴德岡台中報導